大家好,我是2024DSE的考生,我是Roy Lee,我是2023DSE的考生 很快就到你們考DSE了,不知道你們心情如何呢? 可能是緊張,可能是興奮,或是出去考完 無論如何都好,我都有些很普遍的提示 首先,我要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確認 就是你現在這個階段,你沒什麼可能升分 所以你唯一想是什麼呢?不要出錯 希望你發揮到你真正的實力就足夠了 所以在這幾點,我們都要圍繞這件事 第一件事,講些簡單的先,就是BioCode方面 首先考試的時候,不斷提自己BioCode一定要貼 那不要拍BioCode那些老身常談,我不再說了 但是你一定要貼BioCode 我是有一個個人經驗,即是我考英文的時候,我是貼了第一頁 然後我後面是忘記貼,後面是要寫report的 幸好最後沒有扣分 但是你浪費了兩秒,你不要給人家任何機會去揍你 或者扣你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BioCode要小心 然後第二項關於BioCode的事情就是 應該很多人都提過你了 就是開捲前,你是不能整張BioCode撕出來 但是你可以撕掉它的角出來 那就等它你真的開捲的時候,你可以容易撕出來 那不要整張撕出來 有時候BioCode的設計很噁心 那就是你用指甲不斷撕出來 如果你開捲才慢慢撕,那就會輸別人幾秒 那所以就不要這樣 這些是一些很普通的提醒 希望你們可以 那好,第二項就是望Bio 那這個也是很多人說的 不好意思,RoyD,望Bio,那怎樣 望Bio是要留意你的時間分配有沒有用錯 那關於主科每科的時間分配呢 我會再開一些主科reminder來講 但是呢,我希望你們不要小看望標 我又是分享一個個人經歷 那我做英文卷一卷三的時候呢 整份卷一卷三的時候,我有10%的分數我沒有做的 那就是英文卷一卷三是頭一兩天考 完全不再狀態了 那由是去到最後你還有15分鐘 我才摸高我的頭,挖了15分鐘 那我才開始這樣寫 那所以,後來幾科我當然沒有這樣 那我要告訴你們 無論你對份卷認識多少都好 你準備得多少都好 神奇五星星Skills在手 你一無為二時間,你做不切份卷呢 那些分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那所以這裡也提一點 我建議大家的時間是平均分佈在你題目的每一題上 而不是說,這題我怎樣都要做過去 我不理,我做過去 不要,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我的籃上 那長小可以怎樣做呢 我建議望Bio,當初我就是每做人一題 或者每做人一板 我會提醒自己看一次表 我會提醒自己看一次表 我會提醒自己看一次表,一秒好嗎? 但隨時會提醒你很多分 因為你學會了取者 這題我用太多時間,跳下一題 然後你做完整份卷的話 其實你拿到的分更多 好,第三點呢 也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想教大家一個方法 不要用流你學過任何Skills 不知道你犯法過時 補習社、老師教了一堆Skills 很散 然後你去到真的做卷的時候 你發覺你不記得用 我這個方法有三個時機用 第一是開卷前 開卷之前 第二是做卷的時候 第三就是做完卷之後 我會建議在這三個時機 你分別在心裡 你會在裡面物念你所有覺得有用的Skills 例如 我當你補習 普通一學了 ASkills和BSkills 然後普通二是CSkills 去到最後 總共有七個Skills 我覺得我考試一定要用 我用漏了會低分了 那你就記住這七個Skills 由不停開卷前 你在物念這七個Skills是什麼 做卷的時候 你不停跟自己說 我要用這七個Skills 和我應該怎樣用這七個Skills 做完卷之後 我重新檢查一次份卷 看看我有沒有用齊這七招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絕對絕對絕對不會用錯 或者用漏的七招了 跟林考慈一天應該做什麼呢 我覺得分兩類人 第一類人就是 你自信沒那麼容易被人打擊 我會建議你做一份整卷 我剛才說到時間分佈很重要 你做一份整卷是熟習整個時間分佈 題型的分佈 很重要 你明天做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陌生 你會覺得都是很熟悉的感覺 你做下去都得心認手一點 因為我考完DSC之後 有幾科我後悔沒有這樣做 有幾科我慶幸 我好彩前一天有做一份卷 令到第二天很順暢 這個是給我有自信的你 如果你說 我真的很害怕 如果做完出來只有三 然後我預測是五的 那我就糟糕了 不要緊 那就回去錯題簿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做錯題簿 我當初也有一個做法 就是考前一天 我就拿一本錯題簿出來 我把所有題目簡單做一次 即是不用詳細寫 steps 簡單做一次 然後把真正錯的題目 我就抄到一張A4的白紙上 就製作一本錯題簿的錯題簿 後來差不多放了一個平均 每科都只有兩張白紙 那我考前 我就不停拿著那兩張白紙去溫 那我就感覺是已經溫了 所有我DSC生涯以來不懂的東西 那這樣的感覺是安心很多 很多時候你都是求我安心的 那廢話不多說了 快速總結 細想把握要小心 忘錶啦 記住 每做完一版位做完一題 就是要不就做蔡麗蔡麗寶 要不就做整卷 我當初是兩個一起做的 因為我遲一日都是好處 那其實都想恭喜大家 那可能你會很緊張 你一刻 但你要想 喂 再來十幾天 你這個DSC就完結了 你可以放假了 你可以放假了 那大家頂上去 加油 那不要臨美香了 希望這個最後提示 對於大家來說有用 未來幾天我都會出主科的最後提示 那大家敬請期待 那溫小加油 拜拜